还有一个人我们这个要讲 你看佛陀的家族 你看善姐王 这两个女儿 嫁给这个经贩王了 就属于禁禁结婚 我们说有点 经贩王了 经贩王生的释迦摩尼佛就一个 然后释迦摩尼三个孩子出家了 白贩王的 叔叔的白贩王两个孩子出家 甘露贩王这个 两个出家的 还有一个没出家 这个莫河南 莫河南 史料记载 莫河南的打仗特别厉害 但是他非常勇敢 但是他没有这个智慧 治理国家 有可能就据说 治理的不好 但是你想想 这个智慧的人都解脱了 都出家了 生了老哥一个 高了舌头哥一个 老哥一个 他就是说 那种勇猛如亡的人 就没有什么智慧 但是当时 还有个摩基罗国 好像是摩基罗国 就非常强大 波斯尼王 波斯尼王 他就说的 就威胁 莫河南 当国王之后 波斯尼王就威胁 这个莫河南 说你要不把你这个女儿 莫莉公主 嫁给我 我就当面打你 他也打不过人家 所以说他又不想 那个嫁 也觉得波斯尼王的种族 没有这个 释迦莫尼族高贵 他不想把他自己的女儿 嫁给波斯尼王 但是又不得不嫁 那怎么办呢 把莫莉公主的一个仆人 女普 假装是这个莫莉公主 嫁给谁 波斯尼王了 嫁给波斯尼王了 波斯尼王了 波斯尼王对这个莫莉夫人 特别好 虽然是他 他属于王妃 他也不是说的 他的第一个夫人 但是特别好 生的这个琉璃王子 生的孩子 成为王楚了 琉璃王子 他觉得就是应该 回他的老爷家吧 就回释迦莫尼家族 小时候回这个故事 我讲过了 但是这个家族的人 知道琉璃王子 是普人的孩子 不是这个正宗的 这个释迦莫尼血统 瞧不起琉璃王子 侮辱他 他踩了释迦莫尼佛的 这个祭祀的坛城 踩了一脚 那释迦莫尼族的人 把他踩过的地方 土都给挖走了 换了新土 说这太脏了 琉璃王子十多岁就发狠心 我长大当国王 一定灭了释迦族 所以他长大了之后 他长大当国王之后 他来发动的战争 把释迦莫尼佛的 种族给灭了 就是把城池给灭了 可以说类似于屠城 就释迦族 我们知道 以后释迦族是没有后人的 因为他们仨都出家了 他们俩出家了 他的孩子基本上就都被灭了 就都被杀了 所以说就一直基本没有了 所以说我们在史料上 查不到释迦莫尼佛的 这个他们种族的子嗣了 基本上就都出家 都成就了 还只留了一个根 基本上就是因为 他这个错误的 就欺骗和这个 这当然就是缘起 缘起也讲了 因为他是一个 前世一条大鱼嘛 也是一条鱼群 这条大鱼 这个释迦莫尼佛这个村子的人 把这鱼塘的水放干了 把这个鱼池的鱼都给吃了 然后这条大鱼 就是转世成琉璃王子来报仇了 这是因果上来讲 但是从那个历史记载上来讲 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引起的 就是孟赫南嫁了一个假公主 假公主生的孩子呢 又回娘家之后 回老家之后 老爷家没够善待 被侮辱了 发心就报仇了 这样的一个历史故事 换句话说 这个波斯利王和这个琉璃王子 实际上跟释迦莫尼佛的也属于一个家 也属于一个因缘关系吧 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经历 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经历 那就是整个释迦祖的家人 释迦莫尼佛呢 你看他成佛之后 他在琉璃王子发动战争的时候 释迦莫尼佛挡了三次 这个故事也讲过 第一次出兵 释迦莫尼佛就站在出兵的道上 琉璃王子一看释迦莫尼佛 圣人在呢 就想就算了 就回去了 第二次又挡 第三次这个释迦莫尼佛就绝对挡不住了 就给让开了 他们就出兵了 就过去了 释迦莫尼佛对这个释迦祖要做的事情 还是做了很多的